成都人民很悠闲 就出太阳你就觉得哪哪都是人 如果天气好可能约朋友室外逛一下 然后打麻将 因为我成都人民特别喜欢打麻将 自己大学他其实他自己还挺胖的 那个时候应该有可能90多公斤吧 然后可能但那个时候没有见90多公斤就显得很胖 大三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接触健身的 那个时候就做的是比如说有氧 就在学校跑 当时其实你再控制一下饮食 家里会有很多冰箱里会有很多鸡蛋啊牛排啊这些 放着的拿出来煎一煎啊空气炸锅烤一下 其实就很快 而且你一个人其实做的分量的话其实就很简单 再做一点沙拉 然后切一点水果啊这些的 我接触以后发现还是挺多的 可能是半休闲的会有一些衬衣啊一些休闲西装 这些鞋也挺多 包括现在成都鞋子楼啊也多一些上班族 他们其实也会追求一些 不是可能只是一个工作服 他们也会追求一些比如说一些面料的追求 或者一些和深度对他们会追求更多一点 也好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